也要来关心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举行 上午进行了开幕采接活动 但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民众来看表演时都戴上了口罩 另外出席的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强调旧观光 政府会祭出五项纾困方案 总预算高达新台币44亿 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 暖身的开幕采接活动上午登场 一早民众就急满草无道 天气好心情也好 只是武汉肺炎延烧 有些民众还是不放心 戴着口罩来看表演 连主持人都戴上口罩 来访的日本贵宾更是口罩戴牢牢 市长接待也若时拱手不握手 台湾灯会95%以上都在户外举行 那么也因此到户外走走 我想对于身心健康也会有点帮助 另外出席的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强调 政府将寄出五项纾困方案 总预算达新台币44亿元 抢后观光 旅行业者在这个期间 不要去裁员或放无薪假 那我们用一个所谓人才培训的计划 来帮助他们 随着疫情发展 许多航班都已取消 甚至连部分航点也已封闭 预估相关冲击到2月底都难以结束 交通部宁妥从纾困到复书 振兴三部曲 其中包括编列特别预算及特别条例 来协助业者转型升级 同时在疫情高峰过后 推动国民旅游 希望借此化危机为转机 记者成员一网东山 排除博道